加州大马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但是外国人可以长期居留住在大马 针对不同人不同身份的识别 马来西亚其实是一共有5个颜色的身份证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没想到吧 好 那么第一个就是蓝色身份证 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国人的身份证 都是蓝色的大马卡 卖一卡 持有者为珍视的大马公民 享有着公民的全部权益 第二 红色的身份证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来西亚红卡 MyPR大马永久居民的准证 红卡的居民有一部分的公民权 是无法被享用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红卡没有年限 终身有效 将免除所有签证 要求入境及永久居住在马来西亚 同时 马来西亚红卡MyPR 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移民间的永久卡 持有红卡 你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 没有任何的时间和次数的限制 自由挽回中国与马来西亚 第二 不受到移民局的监控限制 大马是全球唯一一个 可以免移民局间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 在马来西亚从事任何的工作 而不需要工作准证 在马来西亚注册公司 没有任何的条件限制 第三 在马来西亚购买25万马币以上的房产 没有房产总类和数量的限制 可享有高达90%的贷款 陈述 房贷利率仅仅需要4%左右 不受限制生育 如父母身为MyPR身份 母亲无论是任何的身份 在马来西亚出生将自动获得大马国籍 第六 子女在马来西亚享受着 政府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 为孩子创造双国语的国际教育机会 第七 无需回到中国 直接在马来西亚办理去第三个国家的签证 如果您是人才居留证计划RPT的持有者 那么你可以通过此方式升级直接为红卡 RPT是问鼎红卡的敲门砖 第三 绿色的身份证 持有者不是大马公民 但是能暂时居留在马来西亚 必须有5年更新一次 持有绿色的身份证的居民的 通常是出生在马来西亚 但是无法确认国籍的一个身份证 第四 就是粉色身份证 12岁以下的马来西亚国籍的儿童持有的 第五 就是灰色身份证 持有者则是扶军义父的大马军人 最后最后 我们来看看历代马来西亚身份证的样子 马来西亚呢是从2001年开始 才使用有芯片的身份证 好了 这样在干嘛 今天就带你了解了 马来西亚5个不同颜色的身份证 再评论区告诉我 5个身份证中 你持有的是哪一个呢 是啊 嗯 in 一 一 有一 二 二 天